嗨 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 美食餐廳神卡比一比 信用卡兩人五折的餐廳神卡 是哪張呢 那除此之外的話 像什麼君月啊 然後美孚啊 或者是遠東鄉隔離啊 其實是很多的底下餐廳 通通都會去 簽合作的 所以這時候你就不會只限定 你就是美国一通成貴的優惠 其實其他頂級卡也都會有的 所以這個大家就可以 嗨 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好 今天呢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這個 吃飯有回饋的卡片 我們都知道其實 銀行跟餐廳合作 推出來的這個餐廳折扣 了不起都是九折 就是幫你省下 這個餐廳服務費的部分 所以這種 其實都已經算是 可以拿出來打廣告的 這種厲害的程度了 但是呢 真正厲害的是什麼 真正厲害的就是你兩個人去吃 但是一個人免費 這個的話呢 折扣就省很多了 那像這樣子的餐廳呢 其實在台灣已經變成是一種 趨勢跟玩法 這最主要是從美國運通的信用卡來帶起來的 很多人都會在網路上面比較說 美國版的美國運通卡跟台灣版的美國運通卡 怎麼差那麼多 因為美版的美卡 它的年費其實沒有像台灣收的這麼多 但是呢 它的福利感覺上比較好 可是台灣的話呢 年費收到36,800 但是又覺得說 它一些額外附加的權益很爛 到底差在哪裡 其實它最主要差的就是 這些一個晚上3300的住宿 還有就是指定餐廳有兩人五折的優惠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蠻補的 因為像我自己使用A1大白這麼久 大概這個兩人五折餐廳 吃下來大概不下幾次 四五十次 如果你一次省3000塊的話 五十次是多少 剩下15萬 這個一年省下來的15萬 都可以讓我繳五次年費了 所以它其實回饋的力道呢 我個人覺得是不輸美卡的 那你就必須是要那種 它符合的調性的客户 比如說你喜歡吃飯店的 然後你喜歡這種 五星飯店的餐廳優惠 那甚至你常常去住的 那這張卡片對你來說 當然就很好 那也因為 美國運通通都帶起了這樣的趨勢 所以其實國內的很多頂級卡 也都往這方向走 這叫做投其所好 因為這些有錢人 他們都喜歡吃飯有折扣 所以這些頂級卡 如果要抓這些客人的胃 其實就真的只能推出這樣子的優惠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簡單跟大家比較 市面上六張 有這種兩人五折折扣的卡片 然後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評比 如果你本身也是喜歡吃飯的 這個有折扣的優惠的 這些小財神們 那我覺得你就很適合 來聽聽這一集節目的內容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其實就有這個相關的文章跟整理表格 我們這次呢 一共有六家銀行的卡片來做比較 第一間呢 是美國運通千賬白金卡 第二的話呢 是美國運通的信用白金卡 第三是永豐銀行的永傳世界卡 第四是台新的左付無限卡 第五的話呢 是新展銀行的飛行世界之計卡 第六的話是國代士瓦世界卡 其實這些卡片呢 他們所提供的這個飯店 兩人五折餐廳 各有優缺點 各有銷掌 比如說大白本身是有四十家 其實不少 那小白的部分有二十一家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大白跟小白的差異在哪裡 就是中間差了二十間左右的餐廳 可以不可以這個兩人五折的部分 所以網路上很多人講說 你要兩人五折餐廳 你就辦小白就好 可是事實上 大白可以吃更多 真的以數字來看是這個樣子 第三章呢 是永豐的永傳世界卡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這張卡片 那我也實際去算了一下 他所提供的餐廳數量 居然有四十五家 其實也是不少 那真正最厲害的是 台信銀行的卓附無限卡 他在2023年的第一季推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記者來採訪我 我就說 這個年費兩萬五的卡片 你其實真的要去算一下 如果划算再辦 那現在事隔一年之後 他2024年的權益 我去算了 他的合作餐廳 居然有五十七家 都是兩人五折 所以這是所有的頂級卡裡面最多的 他的確琢磨很深 那再來第五章的話 是西斬銀行前一陣子的 那個飛行世界之籍卡 我們之前做節目的時候 跟大家講說 這張卡片很爛 一五四出 但是事實上呢 你如果只去看 他的兩人五折優惠 他居然也有四十五家 比大白還要多 所以這點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亮點 是一個優點 不過呢 適不適合你 我覺得你這個真的要再想一下 因為這種卡片你辦下來 就是一定要一直去吃 你才能夠回本 儘管他的申辦門檻 只要這個18歲 然後年收22萬就可以辦得下來 你願意只要24000的年費 你都可以辦得下來 但是 如果你的薪水只有3萬多塊錢 你辦了這張卡片 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去吃吃喝喝啊 那其實他對你來講是沒有用的 所以這個其實還是 適合那些就是 真的很常去吃五星飯店的人 才來去申辦 那第六章的話是 國泰史華的世界卡 他有合作的這個餐廳只有10家 其實是這一系列 六張卡片裡面是最少的 但是因為他可以免連費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 忘了 就是既然你都可以免連費 去持有這張卡片了 那你有優惠你就拿去用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OK的 所以這是我們介紹的 這六張選手 那我們簡單來平息一下 如果以這個入手的難易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最簡單的 就是剛剛講的 星展飛行世界之機卡 你只要年收22萬 其實在收聽本集節目的人 甚至你是家庭主婦 你都可以辦得下來 很簡單 但是呢 他的年費2萬4 你一定要繳 他沒得減免 然後呢 他送你的是3萬5千積分 這3萬5千積分 如果你換國泰就是0.3 大概1萬塊左右的價值 所以你剩下的1萬4 你可能就要從機場接送 還有貴賓室 甚至美食的部分去把它補足 不然的話呢 你就是虧本的卡片這樣子 好 所以你要想清楚 適合你在辦 那再來依序的話呢 就是你如果年收 大概50到100萬 你可以辦小白 好 這個小白的話 我覺得他是全方面 發展都很好的卡片 因為你光是兩人五折 餐廳也有21家 然後你一個晚上3300的 這個飯店 數量非常非常的多 其實跟大白一樣 那因為升多週少的問題 就會造成說 很多的住宿優惠 其實都被人家訂完就沒了 所以這個是他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美國運通 並沒有針對 越來越多的卡友 而來進行這個 所謂的合作飯店數量的提升 好 這個是每一間飯店 可以讓你預定的房型 就是只有那些而已 所以這是先搶先贏 這是比較可惜的 那再來門檻高一點的 就是你的年收 100到200萬左右 你可以辦的是什麼卡片 其實你大白這時候就可以辦了 你只要本身有一定的收入 然後你有一些不動場的資產 什麼的 其實大白省核 它是願意給你的 因為你只要是有這個 願意消費的潛力 你都是他的潛在客人 他都願意發卡給你 對 所以這是你可以去參考的 那200萬以上就可以辦什麼了 台新卓附無限卡 或者是國泰式華世界卡 你放300萬塞在銀行裡面 成為他的貴賓理財戶之後呢 請你的禮專幫你免費申請 首年免費 你就可以拿到一張免費的 國泰式華世界卡 那一年 國泰式華所有的信用卡刷80萬 你就可以免年費了 所以這個也是不錯的 那回來講這個 台新卓附無限卡 它的門檻有兩個 第一個是要成為他的 3000萬以上的貴賓理財戶 你才可以申請 第二個就是你年收200萬就可以辦了 所以你不見得要跟台新有往來 你只要年收入夠高 你就可以去申辦 所以這其實我覺得 也算是相對比較親民一點 最困難的是什麼 是永峰永傳世界卡 因為他就是一定要 3000萬才能夠申請 如果你沒有跟永峰往來3000萬 不好意思 你連這個摸都不可能摸得到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最困難的一點 但是事實上 他的權益呢 我覺得他是完全不輸的 因為他光是餐廳合作的部分 就有45家 其實跟這個新展飛行世界的直擊卡 其實是相當的 這蠻多的 再來 各卡所簽下來的餐廳呢 其實就是互有消長 有的多有的少 那美國運通大白 他的優惠呢 最主要是focus在這個星級飯店的合作餐廳 所以他有一些比較特別的餐廳呢 是其他頂級卡呢 是沒有簽的 比如說精華的部分 精華如果你是喜歡吃他的三分本家 然後Robbins 鐵板燒牛排物 甚至精華宣要兩人五折的 你就是用大白 那或者是你辦他的那個精華真傳白金卡 那你就可以享有他旗下所有餐廳就是兩人五折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特別 非常就是獨家的 那除此之外的話 像什麼軍樂啊 然後美孚啊 或者是這個遠東香格里拉 其實是很多的頂級卡餐廳 通通都會去簽合作的 所以這時候你就不會只限定於就是美國運通 才能夠有優惠 其實其他頂級卡也都會有的 所以這個大家就可以稍微的去做分辨 再來 你應該要把這些卡片全部都辦下來嘛 你想想看 一張卡片的年費就是兩萬到兩萬五 甚至大白是三萬六千八 你如果辦四張卡片 你可能一年要支出的年費就是十萬元了 這十萬元是有可能吃得回來的嗎 你要像我一樣就是真的每個禮拜五晚上都去吃 那這樣吃一整年下來 你真的是會變很胖 你要很努力去運動才有可能收下來 我覺得這其實是不是很划算的 所以你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挑選你喜歡去的餐廳 然後辦一張最大公約數 哪一張卡片能夠滿足你喜歡去的這些餐廳的需求 那你就辦那一張就好 你真的不需要每一張都辦下來 因為其實他們中間的重疊性大概是百分之六十 只有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是他們自己獨立簽下來的 所以這中間其實你可以有一些互相互補的部分 但是真的沒有必要全部的辦下 因為這實在是花費太高 不需要花那麼多錢在吃上面 除非你真的是吃貨 那最後的話就是這種玩法叫做什麼 持卡本人去刷卡消費的話 就是一個人是八五折或是七五折 兩個人的話就是五折 這基本上是最划算的 就是你兩個人去吃飯 結帳金額就除以二然後再加上十% 四個人的話就是七五折 五個人以上就是八折 六個人以上就是八五折的優惠 他的意思其實就是 如果你是兩個人以上去吃 他就幫你減免一個人的費用 三個人也是減一個人就六七折 四個人也減一個人就七五折 所以銀行他們喜歡這種玩法就是 讓你有省一點點 因為你去吃飯 你不可能永遠都是兩個人一起去吃 那有時候是家族去吃飯朋友聚會 那有時候都六個人八個人 其實他就幫你省一點點而已 你就不會覺得說 就是有非常非常划算的感覺 所以像這種頂級卡 我覺得他的玩法就是比較適合 是情侶或是夫妻 然後辦下來之後去吃飯 那就非常非常的划算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一些簡單的見解 那如果你有參考我下面的這個文章的話 你發現我還有做另外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就是以餐廳為主來做整理 比如說你喜歡的是台北老爺大酒店的民工樂菜廳 那我這邊幫你整理出來就是只有大白有優惠 所以你要兩人五折 你只能辦大白 總共這六間銀行所推出來的信用卡的餐廳 我全部加起來一共有106間 那最多最多的是哪些呢 其實我的觀察很有趣 就是這些頂級的餐廳 或者是飯店裡面的餐廳 他們跟信用卡合作的部分不會超過四家 我統計下來我花了大概三四個小時去統計 沒有一家餐廳的合作是超過四張以上的頂級卡 那就代表說他們其實是會挑客人 然後就是不是說來者不去 那另外一個就是 為什麼這些餐廳會有至少四家的銀行願意去接洽 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代表說它是最符合大眾口味的 那也是他們認為這些潛在客人最喜歡的 那就代表說其實這些餐廳是很熱門 你也可以去吃不會踩地雷 比如說台北軍樂酒店凱非屋 真的有至少四家銀行去填進來的 那還有美福大飯店的GNT義大利餐廳跟 秦山日本料理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線動就知道 這個秦山日本料理我大概每一季會去吃一次 那凱非屋大概一年可以去吃個兩次 就是上半年下半年這樣子 那還有什麼台北士林萬利的士林廚房 它等於是那種自助餐室的 跟凱非屋是一樣的 然後還有台中經典酒店的金元中餐廳 跟台中經典酒店的博力廳 那還有台中日月千禧的 這個享樂全日餐廳跟極致牛排館 所以這八間餐廳呢 基本上呢就是很受大家歡迎 然後吃起來不會踩雷的 所以你如果喜歡吃的話呢 找這些餐廳有合作的信用卡來搬 是最沒有問題的 那我看了一下 這八間餐廳同時都有簽的是哪些銀行呢 就是美國雲通 所以如果你喜歡吃這些餐廳的話呢 你其實辦一張美國雲通大白 你都可以拿到兩人五折 這是我個人的觀察 除了美國雲通以外 還有哪些這個新推出來的信用卡公司 他們的優惠也是很好的 大部分呢 這個新推的 我有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 他們都是找獨立這個餐廳 就不是這個飯店的 比如說這一次的這個 永風永傳世界卡 跟新展飛行世界之籍卡呢 他們就有一些比較 時下比較夯 大家都比較知道的新的餐廳 比如說 Smith & Walensky 這是很多家都會添進來的 然後The One 就是王品牛排 然後還有登登安 登登安前一陣子就是跟華航 有推出這個機上的聯名款嘛 很多人去搭這個商務艙 都一定會去吃登登安 我跟朋友去吃的話就是兩次吧 從台灣出發飛日本的他都有叫 就代表說這真的還不錯 那未來有機會的話我也會去登登安的實體店面去吃飯 因為他有一個素食套餐 昏食素食都可以兩人五折 不是很爽嗎 那還有什麼 C to Sky 這是在新一區的高空的海鮮餐廳 我也打算要去問他們說可不可以有素的套餐 我就想去吃 其實這個永豐他們在12月31號的時候 針對永傳的客人 這些貴賓理財客戶 有舉辦了一個就是高空煙火秀 然後在那邊吃飯 他們本來有邀請我 但是因為我去日本了 陪爸媽去日本玩 所以我就不能去了 一頓飯大概要三四千塊錢吧 然後我可以帶一個朋友去這樣子 非常的可惜 但是沒辦法 就是孝敬父母是比較重要的 而且機票都買了 那為了有機會我還是會去吃吃看 然後像魚韻 魚韻的話呢 它是這種日本料理 也不知道不確定是否可以做的素的 但我回去問問看 那三番交際店就是 那個是吃那種刷刷鍋的 就是壽起燒 這比較難去做素食的 它是在那個宜蘭那邊 那還有Thomas Chen Restaurant 這是在高雄的一個濾心推薦的餐廳 這我看一下 它的菜單好像沒什麼素的 樂宣和牛專門店 這就是吃和牛的嘛 應該不可能會有素的啊 所以這個我可能不會去吃 那還有像玉扇格 這個素的養生懷食料理 這個我就可以去吃了 但是呢 其實你吃了這些四五千的餐廳之後 你可能覺得說 玉扇格最便宜的套餐才一千八 有什麼好值得去吃的 這個你自己的胃口被養大了 你可能就會知道說 這個餐廳的level在哪邊 這其實你就會很明確的去知道 所以如果我上面講這些餐廳 你都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辦的是勇風勇船世界卡 或是星載飛行世界志祭卡 大概某種程度大概80% 都可以涵蓋這些餐廳 這是推薦的部分 那這一次 這六間銀行所推出來的信用卡 我覺得有看到一個趨勢 蠻有趣就是 我之前大概在2022年年底的時候 我有去吃過幾次 汗來名人方 就是它有台北東話店 世貿店 然後還有這個高雄店 就是全國大概有四個分店左右的 那原本是國泰斯瓦世界卡 有合作的餐廳 但是後來他們就 兩人五折拿掉 可能太多人去吃了 國泰斯瓦不堪負荷 所以呢 他就把這個兩人五折合作拿掉 就變成好像只有七五折還八折 我就覺得沒有值得去的 但如果你也很喜歡去吃 海白南名人方的話呢 我推薦你申辦的是 台新左付無線卡 或者是星載銀行飛行世界志祭卡 一樣都是有兩人五折的 所以這個是不錯的亮點 那這表格裡面呢 我總共統計了106家的 這個五星飯店等級以上的餐廳 我其實只有吃過其中四分之一 大概就是30間左右 都是在北部的 中部南部或者是那個桃竹苗 我都沒有去吃 因為我不會去那裡生活嘛 所以你如果是北部 比如說桃園以南的這些鄉親們 那你要找你生活範圍有的 這個卡片來用啊 你不可能說都辦大白 都辦小白 但是都在台北 你也不可能跑來吃飯 我說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要挑你 這個比如說中部或者是南部 有比較多合作餐廳的信用卡來用 我覺得這是比較合理的 但是你也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這些優惠都是一年一簽 所以明年會不會就拿掉了 所以我其實很難跟你保證嘛 因為他們都是一年一年去簽 如果生意不好 那餐廳它縮水了 它覺得不要合作了 那當然就沒有了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就是這個信用卡有合作的 請你辦下它的卡 成為它的頂級貴賓之後 常常去吃 常常給客服做反饋 其實他們自己內部有這些數據之後 他們未來就知道怎麼去跟 這些廠商或是這些商家去做洽談 所以你真的要去用 然後真的要去反應 這樣子才有用 那你該怎麼挑這個 所謂的吃飯神卡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以你自己所居住的 北中南東的區域來選擇 就是優惠比較多的卡片 那像中南部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永鋒永傳事業卡 或是台新佐富無線卡 它真的合作的餐廳比較多 所以後來推出頂級卡的這些銀行呢 他們其實要比之前 以及老神在在的美國運動卡 還要再更加努力的去進行這一塊 所以它就會把觸角伸到中部南部 找出不錯的餐廳 然後一家一家去談進來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 就是後來申辦的人呢 其實就可以享受比較多福利 所以你就不見得要申辦 這種老牌的美國運動卡 你可以申辦這種 後來推出來的卡片 也許就會有中南部的優惠 因為它要搶客人嘛 所以這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真的很想申辦 但是你的財力又不到 那怎麼辦 你可以請你的爸爸辦啊 然後你就用他的副卡也可以的 因為這些飯店卡 都有一個特色就是 你申辦附屬卡來用 也可以享受吃飯的優惠 那美國運動卡 比較大的特色就是說 你如果是住宿的部分 有時候都只限證卡人使用 所以附屬卡不行 但是吃飯沒有這個限制 所以你只要有 大白或小白的附屬卡 你一樣可以去吃吃喝喝 這個是蠻厲害的 我也是使用了兩年之後 後來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之前就覺得說 哎呀大白要不好用 很多東西都嘛 先證卡吃卡人 那我辦給我的兄弟姐妹 他們也沒有辦法去吃啊 結果我就被糾正了 他那個 我其中有一個朋友 就是在美國運動 當客服的 他就跟我講說 沒有啊 只有那個住宿才有限制啊 但是你吃飯都嘛 沒查 你只要有卡片就可以了 哇還真的是這樣子 就我去看那個產品權益 那我後來看一下 另外四家這個頂級卡的部分 他們都沒有限制說 只限證卡人可以使用 所以為什麼 這個泳傳四階卡 只是限定你 申辦兩張附屬卡 因為 這些卡片的吃飯 還有住宿的權利 都跟證卡一樣 所以他其實是很珍貴的 就是你如果 家裡面的人 通常都是吃灰燭 都愛吃的 你就是辦了證卡之後 拿附卡給他們用 他們去吃飯一樣有優惠 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你的同一個餐期 同一個結帳週期 不可以有兩張卡片 同時有折扣 他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讓你就是 一家四口去吃 然後就兩個人免費 同一個餐期只能夠 有一張卡片生效 所以如果你卡片刷過了 你另外一個 另外兩個人要結帳 兩個人五折就不行了 所以證卡付卡 其實銀行是抓得出來的 那餐廳他們會防止這種事情 就是希望你不要去濫用這個權益 所以就變成說 你不能夠全家人一起去吃 但是你可能是六個人 有三個人免費 不可能 就是六個人只能有一個人免費 就是所謂的八折或八五折 這個折扣而已 所以最好用的用法 就還是兩人五折 就是台灣的這些頂級卡 後來流行的這種 所謂的玩法 但如果你本身不是吃貨的話 這些優惠對你來講 是一點用都沒有的 因為你根本不會去吃 那省三千塊對你來講 根本沒有用 因為等於是你又多付了三千塊去吃飯 然後你才省三千塊 這不是脫骨子放屁嗎 對不對 對人家來講就是 我在我家巷口吃乾麵 一碗四十塊就好了 對不對 我幹嘛去吃這個東西 吃這個東西 身體也不會比較健康 我覺得這樣的說法 其實都是合理的 你想天天年年 日日月月吃你家巷口乾麵 也不有人攔你啊 對不對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之前 我在美國運通的這個文章下面 就有人這樣子去嘲諷我 或者是去酸我 我覺得你要過怎樣的生活 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那我的想法跟我的立場很簡單 就是提供你這些信用卡優惠 如果你想吃飯省錢 那你就去辦來用嘛 只要你支付出去的年費 你自己覺得賺得回來 你不吃虧就好了 那你要花原價去吃飯 那我也覺得沒有任何意見啊 對不對 所以這都是你個人的選擇 那甚至有的時候 你在生日的時候 或者是你的岳父岳母要慶生 然後你要幫你的老婆 或你的先生做一個大的紀念日的慶祝 難道你就不會去高檔點的餐廳嗎 對不對 那這些高檔點的餐廳就是要花很多錢啊 你透過信用卡省錢 不好嗎 對啊 其實它的概念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教你省錢而已 對不對 你就算不辦卡 我也不會少一塊肉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沒有差的 所以今天整理這一集的節目 最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使用的這些頂級卡 這兩年以來 我都是怎麼去看待這些餐廳 跟這些折扣的部分 就算你辦了之後你都不去吃 你只要覺得開心 其實就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辦了之後 你繳了年費你不去吃 其實你的年費是沒有辦法回來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就是 辦了這種年費兩三萬的卡片 那你就真的要努力的去使用它的各項權益 那其中吃飯這一塊呢 是最容易回本的 因為台灣的餐廳真的很貴 所以便便我去吃兩個套餐 一個人 他昏食大概可能有兩千三千四千的等級 那素食通常都是兩千而已 所以四千塊等級的套餐是昏食的 再加上兩千塊素食的套餐 加起來不是六千 六千除以二就是三千 所以我這一次吃飯就是三千 然後再加上六千的10% 就是三千六 等於是我省下多少錢 省下三千塊錢 對我來講呢 他就真的省非常多了 但如果你對這種吃飯的遊戲 你沒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把錢省下來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老話一句 如果你還是在累積財富的階段 這些卡片其實通常都不適合你辦 因為它只會讓你花更多錢 而不是讓你省下更多錢 真的 它就是所謂的花錢卡 但如果你的財富累積到某一個程度 比如說你已經有兩百萬三百萬 你已經有房子了 那你有餘裕了 你想要讓你家人過更好的生活 體驗不同的人生 把你的錢花在刀口上 那如果你喜歡吃貨的話 你也可以參考這一集的節目 然後去找到適合自己的卡片 然後可以省下更多錢 我覺得這樣子你的人生會過得比較開心 你有一個目標 然後去省錢 然後去把它花掉 你就會覺得非常非常的快樂 這是我個人的分享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粉絲也私訊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 都會在做節目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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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ones